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色阴沉地绕过众人 抛出水果刀 向少兰捅去 少兰顿时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直到这起血案的年轻男子 是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大一学生 22岁的冯林衍 到底是怎样的恩怨情仇 让一个在笑大学生众目睽睽之下 当街行凶 奋不顾身的爱恋 却换来女神不屑一顾 2012年8月的一天晚上 广东珠海一家工厂的集体宿舍里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新生 21岁的冯林衍为筹学费 在流水线上站着工作了11个小时后 疲惫地躺在了床上 正在这时 手机响了 冯林衍懒懒地拿起来接听 林衍 是你吗 变化的另一端是一个久违的 刻在心里的声音 冯林衍浑身一颤 一咕噜坐了起来 绍兰 我是林衍 你 好吗 绍兰沉默了 半晌 悠悠地说道 你在哪 我 我病了 冯林衍的心狂跳起来 什么病 见绍兰不说话 他不顾一切地说道 你别害怕 我马上回西安 放下电话 那一夜 冯林衍再也无法入睡 1991年出生的冯林衍是陕西商南县人 与绍兰是初中同学 冯林衍长相普通 不善言辞 但是学业优秀 而漂亮活跃的绍兰是当之无愧的笑话 是学校许多男孩子们心中的女神 渐渐地 15岁的冯林衍情愫暗生 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绍兰 她偷偷地将一份情书加在作业本里交给绍兰 谁知 绍兰看后半开玩笑地说 如果我们高中还能在一个学校 我就和你在一起 冯林衍欣喜不已 觉得绍兰答应了她 2006年5月中考前夕 冯林衍和同学一起去绍兰家玩 期间 冯林衍听说绍兰的爸爸准备花钱让女儿上商南高中 顿时几倍直冒汗 心里暗暗着急 商南高中在商落时 是省重点高中 冯林衍虽然成绩优秀 可想考进这所百里挑一的中学 非常困难 果然 中考成绩出来后 冯林衍考上了时重点中学 离商南高中录取线差了30分 冯林衍懊恼不已 为了能和少兰在一起苦苦挣扎几天后 冯林衍终于鼓起勇气 请求打工的父母让她去商南高中借读 父母对儿子考上时重点已经很满意 可架不住儿子的苦苦哀求 最终父母同意了 筹集了一万元借读费 满足了冯林衍的心愿 开始那天 冯林衍兴兴的在商南高中四处寻找少兰 可整整找了一天 也没见少兰的身影 那几天 冯林衍感到自己快疯了 一下课就如同找了磨一般 一间间教室寻找 还找遍了女生宿舍 直到半个月后 她才得知 差了二百多分的少兰进了赵传中学 冯林衍再也无心上课 满脑子想的都是少兰 以及少兰的那句承诺 勉强在商南高中上了一个学年后 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去赵传中学 从省重点去普通中学 你疯了 父母坚决反对 当年的借读费还没还清 儿子却已变了卦 然而 冯林衍心意已决 以辍学相要挟 来到了赵传中学 在赵传中学见到冯林衍 少兰吃惊不小 当初她其实只是一句玩笑话 她喜欢的是浪漫有情调的帅哥 对老师嘴笨的冯林衍根本看不上眼 可得知对方为了她竟然放弃了省重点 她又有些自得 毕竟呢 被一个男孩如此执着的追求 满足了一个女孩的虚荣心 高中三年 冯林衍以男朋友自居 对少兰有求必应 可少兰联手也没让她拉过一下 2009年高考 少兰只考了300多分 上了护县未宿 少兰走了 冯林衍的魂也被带走了 她干脆连志愿都没填 痴情的她不听家人劝阻 来到护县 找了一份快递员工作 挣的钱除了维持自己简单的生活外 都花在了少兰身上 2011年夏天 少兰到西安仿制医院实习 冯林衍也跟随到西安 在医院附近一个餐馆打工 为爱放弃了一切 冯林衍的生活纷乱落魄 可她却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幸福 然而 漂亮的少兰身边从来都不乏追求者 有在校大学生 有当地起事也单位小伙 冯林衍越是这样粘手着 少兰越不在意她 甚至呢 因为她的落魄而看不起她 一天晚上 冯林衍送少兰回宿舍 月光下 一身白色连衣裙的少兰如天使般迷人 冯林衍情不自禁 一把搂住了少兰想亲吻她 少兰厌恶地推开 两人都尴尬不已 这么久了 你一直对我很好 谢谢你 少兰顿了顿 说道 可你现在的状况 连个戒指都拿不出来 凭什么爱我 冯林衍低着头没有说话 第二天 冯林衍倾其所有 花了三千八百多元买了一枚钻戒 买完戒指 她只剩下二十多块钱 当她把钻戒送给少兰时 少兰大睁着眼睛 嗯 你真是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这样 少兰享受着冯林衍奋不顾身的爱恋和照顾 却对她不屑一顾 二零一年秋天 少兰爱上了一个帅气的男生 怕如影随形的冯林衍引起别人误会 要求冯林衍从她的生活中离开 请你别再来找我了 我们真的不合适 冯林衍顿时懵了 无助地看着少兰离去的背影 她觉得自己是那么没用那么可怜 那天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租住屋的 一进门 便再也无法忍住泪 沉沦在痛苦绝望中 冯林衍恨不得立刻死掉 几天后 父母得知消息 专程赶了过来 冯林衍又愧疚又伤心 扑进母亲怀中失声痛苦 在亲情安抚下 冯林衍回到商南县 重新拿起了书本 2012年6月 冯林衍考取了云南大学 随后 她执意跟着父母一起来到珠海打工 想减轻父母的负担 在开学前挣一笔生活费 然而 突然接到少兰的电话 冯林衍那颗疑似的心再次电扇雷鸣 第二天就踏上了返回西安的火车 女神跌落凡尘 选择对自己好的人 一年没见 原本面若桃花的少兰脸色苍白 人也消瘦了很多 冯林衍心疼地问道 生了什么病 少兰眼圈一红 流出了泪 你还喜欢我吗 不论发生过什么事 你都会一如既往地喜欢我吗 看着心中的女神流眼泪 冯林衍顿时手足无措 你知道 六年了 我的心从没变过 少兰哭着点点头 原来 少兰被艺术学院的花心帅哥抛弃了 一向骄傲 自视甚高地她身受打击 更让她绝望的是 最近一段时间 她总是腹痛 肚子似乎也大了 这才惊恐地想到 已经两个月没来立假 恐怕怀孕了 走投无路之际 少兰想到了冯林衍的好 再加上得知冯林衍考上了大学 就主动要求复合 冯林衍心里五味杂陈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见冯林衍闷不吭声 少兰自觉难堪 恼羞地说道 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说完 她抹干泪水 竟直走了 女神归来 却不是因为爱 冯林衍呆呆站在夏天的烈日下 满脑子都是少兰单薄的背影 心在拼命地挣扎着 对少兰的爱 从少年时就刻在了骨子里 她愿意无条件地为她做任何事情 只要能跟她在一起 当天下午 冯林衍找到少兰 认真地说道 我爱你 我想好了 如果你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愿意做孩子的父亲 少兰一愣 泪水滚滚而落 她扑到冯林衍的怀中 动情地说道 我就知道 我没有看错你 任何时候 你都能依靠 思前想后 少兰决定打掉腹中的胎儿 跟冯林衍好好在一起 就这样 被自己爱的男孩抛弃后 少兰轻率地选择了对自己好的男孩 第二天 冯林衍陪少兰去咸阳的一家医院 做人留手术 谁知医生一检查 少兰并没有怀孕 而是患上了卵巢巧克力囊肿 导致月经失调 小腹疼痛微吐 年轻女孩患这种病 通常都跟过于平凡的性生活有关 医生看了看两个年轻人 一边开药单 一边劝道 这种病不好治疗 又容易造成不孕 年轻人在一起要有节制 否则 将来会后悔莫及 少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等医生开完药单 她拉着冯林炎 冯一般地逃走了 回西安的路上 少兰一直沉默不语 冯林炎的心也被医生的话笼罩着 偷偷看着少兰魂不守朔的样子 就像一个女神从云端跌落凡尘 冯林炎不禁心生怜惜 暗暗叹道 不管女神衰成什么样 我都接着了 知道内情的同学取笑冯林炎是接盘侠 愿意接下被花心帅哥功夫的身残心伤的女人 而父母得知儿子和少兰复合 更是担心和不安 前车之间 母亲生怕儿子在受伤 反对冯林炎和少兰在交往 可冯林炎却不管不顾 转眼 开学的日子到了 冯林炎将打工辛苦挣的四千元钱 留给了少兰治病 别担心 乖乖地按医生嘱咐吃药 很快就会好的 两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恋爱 自然相隔两地 但是每天短信 QQ倾诉与子相思 冯林炎非常知足 2013年元旦前夕 得知冯林炎不回西安 少兰有些不高兴 国庆长假 你也没回来 冯林炎只好无奈地苦笑 她何尝不想回去 可大半的生活费给了少兰 她完全是靠着白开水泡饭过了几个月 根本拿不出回去的路费 寒假期间 冯林炎没有回老家 而是到父母所在的珠海打工 不久 她突然发现 自己时常联系不上少兰 QQ不在线 手机不是关机 就是不在服务区 一丝莫名的不安 在冯林炎的心中不停生疼 少兰病情加重了 遇到危险了 她无法弄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焦躁的她 整夜整夜地失眠 母亲敏感地察觉到 儿子的感情又出了问题 反复询问未过后 无奈的母亲只好千叮咛万嘱咐 我不反对你谈恋爱 可是妈妈要告诉你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女孩 值得你伤害自己 别忘了 你还有父母啊 父母的担忧 让冯林炎羞愧不已 可就算万箭穿心 白已尸骨 她都无法放弃 这份追逐了七年的爱啊 怎堪无度的背叛 金盘侠也有尊严和愤怒 2013年4月 冯林炎拨通了少兰的电话 然而刚说了一句 我没有一天不想你 就被少兰不耐烦地打断了 别说了 我们是不可能的 冯林炎顿时有种被人愚弄的愤怒 为什么 难道你之前都是骗我的 少兰冷冷地答道 是的 之前都是骗你的 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冯林炎立刻疯了 一遍遍地拨打 少兰一次次地挂断 最后索性关机了 短短几个月 少兰就判若两人 这是故意耍弄她吗 冯林炎愤怒地垂打着宿舍的墙壁 冯林炎并不知道 少兰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少兰 未孝毕业后 在西安一家医院当护士 容貌靓丽的她 吸引了一个叫无霄的男子目光 就在春节前 无霄已向她表白 而她对帅气 又事业有成的无霄也很心动 沉浸在欢喜幸福之中 少兰觉得终于找到了 自己爱的那个人 立刻把冯林炎抛之脑后 全忘了对自己好的 冯林炎昔日的深情与包容 面对冯林炎的电话骚扰 少兰干脆将她拉进了电话黑名单 冯林炎更加疯狂了 不停在她微信上留言 少兰心烦意乱 此时 她和吴霄已经开始谈婚论嫁 只想尽快从冯林炎那脱身 你在大一 什么都给不了我 等到你大学毕业 我都28岁了 我等不了 冯林炎根本不能接受 那我马上退学 立刻去西安 一想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冯林炎叫起了针 少兰指的谎称 她会去云南找工作 暂时稳住了冯林炎 2013年7月21日 冯林炎一放暑假 就立刻回到西安 当天上午 她在火车站给少兰打电话 少兰让她先去吃饭 然后找个旅馆住下 早点休息 冯林炎让她过来见自己 却被告知她下午要考试 7月22日 冯林炎从早上开始就不停地打电话 却一直无人接听 下午5点 少兰终于接了电话 让冯林炎在西安火车站等她 她很快就过来 冯林炎急忙赶到火车站 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半 少兰终于带着无霄出现在冯林炎的面前 态度冷淡而厌恶地说道 有什么话 你快说 我还有事 你 你跟我走 冯林炎见状 拉着少兰的手 要将她带走 无霄急忙将少兰拉到自己的身后 声色严厉地呵斥道 你想干什么 离她远点 冯林炎气坏了 一把将少兰又拉过来 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 这样耍我 少兰极力挣扎着 无霄上来推开冯林炎 冯林炎不禁怒火攻心 挥拳打了过去 打中了少兰的眼睛 无霄与冯林炎扭在了一起 打闹声惊动了火车站直勤的民警 很快将三个人带到了车站派出所 分别进行询问 少兰眼睛受伤 做完笔录后 便和无霄一起离开去医院检查眼睛 民警要求冯林炎写份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再找少兰就可以走了 人家两个人马上都要结婚了 民警将纸笔放在了冯林炎的面前 你是个男人 这样死缠烂打 还打伤了人家姑娘 有意思吗 冯林炎如晴天霹雳 顿时崩溃了 少兰不仅再次抛弃了她 还带着新欢 如此羞辱她 她坚决不愿写保证书 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多 才走出派出所 在深夜的大街上 冯林炎毫无目的走了一夜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她要找到少兰问清楚 7月23日上午 冯林炎背着电脑 提着书和衣服 冒着烈日酷暑 在少兰的单位 住处等地寻找她 可整整找了一天 浑身都汗透了 冯林炎一无所获 绝望的冯林炎买了一把西瓜刀 装进了电脑包里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 走到西安市雁塔 去珠雀大街的一个十字路口 一天没吃没喝的冯林炎 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 就准备回旅馆 明天再接着找 就在这时 她猛然看到 不远处的堂堂 重庆江湖菜酒店前面 少兰和吴霄 极数位亲友 从酒店里说笑着走出来 冯林炎顿时浑身 像打了鸡血似的 一下奔了过去 对着少兰说道 跟我走 少兰吓了一跳 连声呼救 这时 吴霄和同行的几个男士 都走过来 挡住了冯林炎 一转眼 冯林炎看见少兰已走得很远 眼看着就要走进一个小区 冯林炎急了 如果不拦住少兰 以后 她或许再也找不到她了 冯林炎疯了一样绕过众人 向少兰冲过去 一边取出水果刀 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冯林炎已经追上少兰 向她的胸前猛刺了两刀 少兰顿时痛得弯下了腰 冯林炎彻底失去了理智 向她的背部又猛捅了一刀 看着鲜血从少兰身上流了出来 冯林炎顿时傻了 眼泪鼓鼓而流 为什么 为什么 一旁的人们早已下傻 赶紧报警 在这个烦躁的下夜 悲剧已经发生 少兰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法医鉴定 少兰细背锐气致伤胸背部 导致上腔静脉破裂 肺脏破裂 肝脏破裂 急性失血性 休克死亡 2014年1月15日 西安市检察院认为 冯林炎迟到当街行凶 故意杀害他人 性质恶劣 后果严重 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行事责任 并向是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当街时代 有一个流行话题 在爱情上 你究竟是选择自己爱的 还是选择对自己好的 很明显本文女主人公并不爱男主人公 而男主人公围棋女神般的外貌风月所倾倒 也没去思考对方是否爱她 这样的结合必然是悲剧的结局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而对女主人公而言 没有树立坚定正确的爱情观 而是凭心情去爱 她第一次选择自己爱的 不选择对自己好的 这无可非议 可当她被自己爱的抛弃时 又轻率去选择对自己好的 这就被悲剧埋下了祸根 当她再次遇到自己爱的时 又再次放弃了对自己好的 这第三次选择是在追求真爱 似乎没有错 但她低估了此举对男主人公的伤害 也没有采取充分的安抚和应对措施 结果让悲剧瞬间爆发 爱情是神圣的 不可轻视的 在你做每个选择之前 请尊重别人 甚而又甚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 胆恩祝福大家